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分享呢 就是出現在頻道已經一段時間 但是一直沒有拿出來開箱分享的 Five Kansas復古皮手套 這雙手套呢也是頻道上面第一雙開箱分享的復古皮手套 也是我自己的第一雙 所以說如果講的不好的地方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市場訊息 這雙手套很可惜就是在今年這一批賣完之後 總代理決定暫時不再引進這一款手套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的可惜 因為這雙手套這一陣子使用下我真的覺得是非常的好戴 所以說如果說你有喜歡這一雙手套 目前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版型就覺得哇好喜歡的話 那底下就是趕快有現貨就去買吧 那我放連結 這雙手套呢其實當初 是因為我要去試乘凱旋的這個 SPEED 400還有SCRAMBER 400X 那時候我就跟總代講說 我有去想試乘這個車子 然後有這個需求可不可以計算這個手套給我 於是乎他們就提供了這一個 KANSAS給我做一個使用 並且來做一個長期的測試 那這一陣子使用下來其實我覺得這雙手套 真的真的是有許多跟一般 禁忌型的這個皮手套 就是一般我會買的這種手套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那我先把這雙手套戴上去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 第一個就是這雙手套 超級好戴上去的 因為呢他整雙手套 他就不是一個禁忌的取向 所以說像跟RFX3這種禁忌型的長手套相比呢 他的整個版型就是比較鬆的 你拿到手套戴上去你會發現 欸奇怪手套這邊 如果你有戴過禁忌型的話 你會發現手套這邊他的整個皮料啊 跟手臂這邊手上這邊皮料 怎麼跟我的禁忌型手套比起來呢 他都是做的比較寬鬆 比較浪的 可是 他的這個浪呢是 讓你舒適的浪 你的手指頭位置你會覺得 我跟你講他都是在位置上沒有錯 只是你會覺得他的整個版型 是有點朗朗垮垮的 那這一點呢 一開始戴的時候我也想說 會不會騎乘起來會有所影響 但是實際上在經過凱旋的試乘 還有我這陣子的使用之後呢 我覺得這雙手套他的整個手感 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 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復古皮革手套啊 他的設計就在他裡面 在他的手套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地方他都是沒有內襯的 像一般我們如果戴那種短手套 競技型長手套的話呢 通常在手套內設都還有一層布料的內襯 來做一個強化 還有就是有一些襯墊 但是 復古皮手套呢 他的這個皮革啊 有很多就是直接裡面 就沒有東西了 所以戴上去你的感覺 第一個就是會覺得 他好像蠻薄的 然後再第二個感覺就是 他裡面的這個觸感啊 除了 他在 手指頭跟手掌前面這邊 他有做一些巧思在裡面 偷偷加一點小襯墊之外呢 其他的部分呢 你的接觸感受 就是最原始的皮料的背面的這種 皮革接觸感 所以這張手套他可以說是一個 原汁原味的一個復古手套 他連製作方法 跟他的剪裁方式都是 比照以前的這種 古手套 因此呢 戴上去 除了他的外型 非常有復古風格外 你戴上去的手感也是 非常非常復古的 那也因為這樣呢 他在手掌這邊的這個 皮革料啊 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薄薄的 然後他也沒有內襯 也因此你在握油門 在轉油門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整個 接觸感 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就感覺好像 只是 隔一層薄薄的皮 就直接握在油門上了 那當然呢 他透過手掌內部 他把他縫在裡面的 這個 一些襯墊 布料襯墊 讓你的整個 止滑性 還是有 那但是呢 你在手掌的外面 手套的 表面呢 你是看不到 任何的布料 他甚至在他的這個 扣袋 的這個打孔這邊呢 一般我們都是做 彈性布料 他在這邊也是用一個 皮革 來做一個 剪裁 讓他這邊有一個 稍微的拉伸感 然後呢 在背面呢 一般我們用的這種 彈性鬆緊帶的 調整 袖口設計 他也不用 他直接用一個 很All-score的 這種拉鍊 來讓你做一個 袖口調整 所以整雙手套呢 你看上去啊 就覺得他的整個 復古風格 非常的濃烈 而且呢 他的整個製作方式 剪裁方式 也確實都是 遵照古法 連他在後面這邊這種 就是彈性的 格紋剪裁呢 他也是像以前那種 長條型格子狀的 他就不會像 現在比較新款的手套呢 他有很多大膽的 這種3D剪裁設計 但是呢 他在這之中呢 他又融入 許多防護的設計 像是在 小使頭這邊呢 他有做一個 皮料的 強化防護 那再來呢 在手指頭這邊 他有做一些 軟墊的 縫合強化 那在手背的部分呢 則是有一個 主要的護具 而且呢 他這護具呢 是內藏色 他表面看起來 是這個 皮革料 手掌的部分 他有做一個 軟墊式的護具 而且呢 他在軟墊式的護具上面 還加入了 Five的這個 標籤跟字樣 讓你看起來呢 這個手掌護具 好像就他設計的一環 整體感受啊 是非常一致的 你不會覺得他好像就是 有哪裡有 很突兀的感覺 所以這雙手套 我覺得他的 整個設計 跟他的整個 製作方式啊 真的都有 對到這個 復古族群的感覺 每次騎乘 復古車款呢 我就覺得 這雙手套戴出去啊 一定非常非常的 對位 那這一陣子使用下來 這雙手套給我的感受 也是非常的好 我覺得呢 他還蠻適合 台灣現在這種 秋春的天氣 如果說你早上出門 氣溫可能15度 18度 中午可能26度 晚上回家呢 又只有 15度以下的話 這雙手套 其實他的整個 適應能力啊 是不錯的 因為皮革本身 就有一定的擋風能力 那再加上他本身的 這個刺激剪裁 是比較薄的 所以你也比較 不容易悶出汗來 那這雙手套 這一陣子使用下來 我覺得如果是在 嚴嚴的台灣夏季啊 可能 他會稍微有點悶 但是呢 在一般的情況使用之下 我覺得都是還蠻適合的 而且這雙手套 其實他有做到 機能便利的這一塊 就是 他在他的 食指部分 有加入這個觸控螢幕 可以滑手機的功能 而且呢 這一陣子我測試一下 他整個滑手機的靈敏度 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 這個是有研究到Five 他們一個蠻優良的傳統 就他們的觸控 我覺得這一陣子 這幾年啊 做的都是非常的好 那他在這個 固定帶上面呢 又細細的壓了一個Five的字標 而且他這個Five的字標 是走一個比較 復古美式風格的字樣 他不是Five他們的一個 圖騰標 所以這雙手套呢 整體而言 我覺得他的整個 設計也好 剪裁也好 戴起來手感也好 他真的真的都是有 針對這個族群 去做一個研究 跟一個 設計 所以說 戴起來呢 我會覺得跟我自己 以往戴過的 競賽型手套 非常的不一樣 他的整個 手感的感覺呢 很像 Adventure多功能型的這種手套 很像 TF-X2啊 或是像 TF-X4 這樣的一個手套 戴起來是比較寬鬆舒適的 但是呢 他整張都是皮料 然後呢 他又沒有內襯 所以你的整個 手感 裝作性感覺 又會比較直接一些些 那再來一個點呢 就是 這雙手套的 CP值 其實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因為 跟Five自家的 競技場手套 或是全皮革的 短手套 像Stain Evil Later這種手套相比的話 這雙手套呢 他算是全皮的設計 但是他的價格 只要3000多塊錢 以這樣的一個價位來講 買到這樣一個 復古全皮手套 我覺得是還蠻划算的 所以說這雙手套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們 歡迎在 底下的這個連結 還可以去購買 對於總代理今年之後 不再引進 我覺得是 非常非常的可惜呀 因為這雙手套 去年其實我就很想入手 只是去年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個 車款市價需求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買 那今年呢就讓我跟總代理 凹了一雙來 開箱測試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